下载完毕 然后安装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先打开这个Power BI 打开Power BI 第一个画面 因为通常 刚刚那边最多同学问我就说 老师我按照您的步骤啊 可是为什么我下载下一次英文版 你们大概要知道 如何确保一定下载下一次 反体中文 可是这边 他就会您看到这个画面 你第一个会问的问题会是什么 要注册 不注册是不是就不能使用了 对不对 你多多少少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我建议你们可以选择注册 就是用你们的Gmail来去注册 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些教学 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 这边有可用的更新 可用的更新 像这边已有更新可供使用 这边他都告诉我 我现在所使用的版本是旧的版本 我可以进行更新 就点他就可以进行更新了 不过我现在既不做登录 也不去看一些其他教学资料 或者是我也不做更新 我就直接把这一个起始画面关掉 未来每一次都会看到这个画面 记得就是把它关掉就好了 不过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当我们在做这套软体 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取得资料 对不对 我只是提醒你这件事 你的取得资料可以来自于网络 可以来自于脸书 GA或者是以色谣的档案 第一件事是取得资料 所以我这边我就先点这个XX关掉 这样我就打开Power BI这个画面 打开Power BI这个画面 你大概知道这个图示 标题列也暂时没有把档名定义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功能列 就只有首页、检视表、模型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相关的功能 比如说首页里面相关功能就这些 检视表里面相关功能只有这些 好 模型这里面功能也就只有这些 那感觉好像功能并不是很多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这里面有三种不一样的模式 第一个是画图模式 就是最后呈现报告的一个模式 这个是看资料表的模式 这个是建立关联性的模式 就只有这三种 这张很大很大的图 就是准备到我们画图的地方 就是工作区 还有这边有视觉效果 以及蓝位 没了 大致上就这些东西 可是 诚如刚刚我所讲 那个画面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告诉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取得档案 所以呢 我们第一件事就先把我们的档案叫进来 所以点选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这边可以取得很多种形式的资料 包含王子 如果 如果未来 我们刚刚在台北市政府这边 我们是用王子的方式 照样可以直接连进来 例如 因为我们上课是以网站分析为主 所以网站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网站 然后使用资料这边 这边不是有一个下载吗 滑鼠右键 复制连接王子 对不对 如果你是做这件事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是把那个网址接起来 以后台北市政府 这一个市政网站整合平台之最新消息 有做变更 我们的泡鼻子那一端就整个直接变更了 如果你是用网站接法的话 那如果你是透过下载到本极端 那对不起 你必须要经常下载 所以稍微前瞒注意一下 未来这个API我觉得会越来越重要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取得资料 然后不是使用web的方式 我先选这里面也没有XML 所以我就点更多 更多里面我们再去找 XML是一种档案的格式 所以点选XML连接 连接之后呢 我是不是放在我的最爱下载里面 这个档案 所以点选开启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要勾选这个data 选到最下层这个地方 然后点选再录 这样就可以把那个XML这个档案叫进来 这里面等一下我们可能要先请你稍微了解几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第一个它档案很大 大数据分析嘛 第一个一定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量 而且会持续一直放资料进去 所以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data 先把资料放进来 OK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到这个地方 一吨 atos 二 呢 第二 要 二 dgood